好,一门,大家好 今天又出来和大家跑步了 本来是说昨天晚上出来下班以后跑步的 但是昨天上班确实太累了 下班以后没有这个勇气出去跑步 所以今天趁休假出来跑跑步 而且今天天气还比较好 前几天一直在下雨 然后今天终于天气有太阳 但是不是很热 所以正是跑步的好的时候 今天想去森林跑一跑 怎么样,咱们一块去吧 走 然后这儿上去 上去都到一个森林 就是从疫情开始呢 我比较喜欢在这种没有人的地方跑步 上星期刚打了一秒 第二针打了感觉还好 没什么反应 这儿咱们到了一个农场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小的村子 你家也不是很远 我二人就来这边跑步 这边森林比较多 好了,从这儿拐过去 咱们就进入森林了 真好 昨天上班特别累 然后呢 今天跑步感觉一下就舒服多了 不知道跑步的人 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吧 跑步真的可以调节心灵 压时间压力 咱们现在出了森林了 现在就是一路公路 今天风特别大 所以这边风 这风车多 发电了 风大 哎呀舒服 在这农村跑步 在这农村跑步 确实舒服 所以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呢 就喜欢出来跑一跑 没人觉得跑步 是属于自己的时间 就是可以自己 自己想一想啊 或者 反正就是自己特别自由 就属于 大家看 我觉得这农村 就很漂亮 又可以呼吸新鲜空气 可以看风景 其实我以前 还不是很喜欢跑越野跑 但是最近 特别是疫情以来 就喜欢找那种没有地 没有人的地方跑步 而且感觉特别好 就是一个人跑步的感觉 所以特别舒服 不过上次来这边的时候 还是1月份 2月份景色和今天是完全不一样 没有一点 我现在几个月以后过来 完全不一样景色 感觉很好 这一块小心 很多石 有点头 所以夏天我觉得特别美吧 大家看到处都绿油油的 这边这个绿感觉是特别翠绿 我觉得这个翠绿挺漂亮的 现在咱们跑了8.5公里了 今天的目标是15公里 哇,这路特别湿 很绝对我 这个路不好跑 下个月以后全是你 不要摔就好了 好了 这下去 咱们到湖边上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现在过去不容易 现在数多 去看一看 其实这个湖很大的 咱们只能看到它一部分 一直往那边全部是这个湖 其实是一个公园 咱们其实这个公园在后面 它后面就是咱们跑步的森林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但是能听到 好了咱们继续跑吧 上不后 累 好 大家可以看这树 又直又高 整整齐齐 漂亮 好了 现在咱们已经爬到10公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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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跑了 我现在跑了是13公里 13公里多一点 然后最后2公里 2.5公里就跑回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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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咱跑回村子了 我刚才看了一下 今天比预计的跑得要多 结果跑了17公里 好了 今天的跑就到这儿 我现在停下来走一会儿 希望大家今天喜欢了 跟我一起跑这个月也跑 然后大家要坚持跑步 不要放弃 好的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